每次上台穿着深色套装 步伐坚定展现沉稳气势 他是引领全球半导体核心人物 AMD超委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兹锋 走过疫情睽违三年 2022年8月 他率领团队在德州Austin 发布最新产品 吸引全球媒体到场关注 关注他口中说出的价格 更关注透露的市场脉动 因为他不只掌管单一公司 更承认全球半导体联盟主席 还是拜登的科技顾问 二零二年拜登签署 美国晶片法案 强调晶片要拉回美国制造 蘇茲峰就是受邀出席人物之一 可见对半导体产业洞见观瞻 说到台湾苏兹锋笑容满面 这场新品发表会后一个月 二零二二年十月 更亲自飞到台湾 拜会合作厂商 台积电跟供应链 因为展望二零二三 二零二四年 要将制程进阶到四奈米和三奈米 苏兹锋亲自督军 显示台湾在全球晶片产业链的重要地位 苏兹锋出身台湾 两岁时父母带他移民美国纽约 从小品学兼优 一路跳级 中学直升全美顶尖 纽约布朗克斯科学高中 征战各大比赛 屡屡获奖 最后读到麻省理工学院 电机工程 硕士博士 当我年轻的年轻的年轻的年轻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小的智慧 非常小的智慧 这些东西都能够用的东西 我们使用的世界上 我喜欢建造的东西 今天是开放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的产党 我们现在的产党 你认为在软件中 在电池中 或其他消費器材料 你能看到AMD在很多地方 這就是我興奮 來到紐約 著名世界名校 兩百多年歷史哥倫比亞大學 蘇之鋒從小能見為支柱 來自就讀哥大數學系的父親 喬務委員蘇春懷的超前部署 其實Lisa是五歲 因為我是練數學 所以我就超前部署 就教他數學 因為我教數學 不是傳統的那種教法 我就看到很多東西 都有數學的觀念在裡面 蘇春懷出身臺南 也是紐約臺灣會館理事 一九六五年到美國深造後 移民 跟太太共同創業 一路培育一對兒女 立足美國 在向上發展 他不曉得能夠達到什麼境界 我們不曉得 那我們就鼓勵他 揍他想做 二零一四年當AMD這家老牌CPU廠 面臨Intel夾殺 瀕臨破產 外界一路不看好 董事會尋覓到這一位 從小就對拆拆裝裝深感興趣 理工專業又懂行銷的蘇茲峰 早安 大家好 小學都會去玩洋娃娃什麼東西 就跟別人不太一樣 他就喜歡猜東西 他就猜 我們鼓勵他找更難的給你猜 我們不會罵他 文理兼備的蘇茲峰 帶AMD走出困境 先搶下微軟Xbox One 晶片訂單 再跟蘋果 SONY Google 大廠合作 讓AMD業績壯大 股價從2015年7月 每股1.61美元最低點 到最高160美元之譜 市值增加5.32兆台幣 還不見天花板 而反敗為勝關鍵中的關鍵 是AMD找上這家大廠中的大廠 台積電跟一連串台灣科技廠 關鍵技術做出關鍵零組件 解決AMD在短時間要反攻的困境 早安 早安 2019年蘇茲峰在台北電腦展上 秀出這個一小塊關鍵產品 象徵AMD準備大幅超車 打破Intel壟斷的市局 有些人可能會說 這個機器其實看起來很小 我們喜歡它小 它小小 但它有超級的效果 2019年在Computex 它拿出第一個晶片 鍋面開始起 它把AMD撞了 但是它最重要的就是 它要跟客戶合作 創造價值 如果你的客戶賺大錢 你比較有錢 所以你公司要跟客戶 共創天下 能推出超跑等級處理器 還需要超跑等級設備支援 鴻基 華碩 維新 技嘉等 多家台廠都在背後助攻 群聯更只花七個月 趕出控制晶片 讓主機板運轉 因此蘇之鋒當時特別 跟台廠負責人合影 感謝台灣堅強的科技後盾 整體運動中 整體運動中 是非常貴重的 台灣的財產 我們當然有 我們有很多 的財產 和客戶 和客戶 和財產 提供 首先我必須 感謝大家 Taiwan for their support you know it's been such a difficult a few years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ut we'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to ramp up capacity so that we can really satisfy all of these needs fo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the overall market and I think you know going forward there's going to be more and more partnership you know across all of the companies in the ecosystem so you know AMD is very dependent on Taiwan and we're very thankful for all of our partners you know strong support MD跟科技台灣隊強強聯手互利共生小蝦米變大鯨魚也正是台灣立足世界的縮影